男生今天是向我们来要说法要未来的对吧 对 我告诉你们 你们目前的状况来讲 没有办法往前走 因为你们还不能共同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一个空间里 女生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订了一家餐厅啊 我那么贵我不去浪费 你订的是一家餐厅 你要是订的是一家酒店呢 也去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 界限不清 男生 前任是你的一个普通朋友吗 大屏幕上放的是大电影 你们没有坐在那儿心里面在放过去彼此的小电影吗 没有那一帧帧的画面划过 没有一时的冲动 思念彼此 思念对方 甚至想要拥有未来吗 所以你们对于彼此 都有所保留 关于你们的小爱好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爱好 有爱好会让人很快乐 所以要支持对方 他喜欢高跟鞋 喜欢口红 很正常啊 口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但是对于男人来讲 口红只有一个颜色 就是红色 他也一样啊 各式各样的魔方 那是他心里的小梦想 一定要支持对方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关于未来 我觉得三年时间已经不短了 很多爱情很难坚持到三年 再谈下去 时间越拉越长 绝大部分人 是很难走进婚姻了 因为结婚需要冲动嘛 所以这个男生 很正常 他要一个名分今天 我建议你给 不是说跟他订婚或结婚 而是带他去见你的父母 见见家长嘛 也算是对于你们过去三年 感情的一个见证和认可 然后在老人的督促下 你们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 去发展 我爱你 不是爱一个完美的你 是爱一个完全的你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孙岩老师 来 图老师 如果他让你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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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